过年回家,我的闺蜜小李邀请我去她的家里做客 我见到她的妈妈呀,差点没有脱口而出,喊姐姐 因为小李的妈妈,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已经将近60岁的人了 但是,她的脸上呢,却没有多少皱纹 只有在笑起来的时候,才会在眼角看到一点细细的鱼尾纹 看到一点岁月的痕迹,我就问阿姨呀 平常您是怎么保养的呢? 阿姨说,女人这一辈子呢 就是要不断地补气羊血 她每天都坚持吃三颗枣 每周要炖一次乌鸡汤 另外呢,她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她的家传保养方法,叫做梳头 阿姨说呢,在她的家中一直是有一个传统的 就是从她的奶奶开始,就一直在做的 已经好几代的女性,用这个方法受益了 对于女性的保养,非常的好 就是每天早上呢,要梳头一千次 不仅要梳头 还要梳颈椎和肩膀,一直梳到整个头部 颈络气血都很通常 这样做呢,不仅对记忆力 对大脑非常有好处 而且还能够改善视力 减少白发,减少皱纹 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特别的年轻 那阿姨呢,也给我演示了她平常梳头的方法 下面呢,我就教给大家 在我们的头部和面部 其实是有津津相连的 所以,梳头的方向和位置很重要 在额头上呢,会出现横向的皱纹 这是我们前额的皮肤因为气血不足而变得松弛 逐渐下垂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梳的时候呢 首先要从眉毛的上方开始 从两眉心中间 一直梳到我们的发际线上端 往上梳梳到自己百会穴 这个位置啊 大约就是你的头顶二分之一这个距离 就是从你的眉毛上方一直往上 梳到百会穴 把整个额头梳一梳 一直梳到太阳穴附近 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呢 这个力度相对比较轻 大家自己在家里梳的时候 稍微的用点力 一定要有一种把这个皱纹撑开 把你的皮肤向上提的这种感觉 把我们整个前额 乃至我们头部的前侧 整个的这个经络气血梳痛了之后呢 咱们这个皮肤呢 会恢复弹性 也就没有这么下垂了 那么皱纹也就不易形成 我们大约前额要梳上一百下左右 接下来呢 是我们两个眼角处 这里呢会出现鱼尾纹 这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啊 比较早出现皱纹的地方 这个位置呢 它的皱纹跟咱们的胆筋是有关系的 那么胆筋的位置呢 在我们太阳穴后面 太阳穴往法际线延伸 一直到我们后面 绕着耳朵半圈 这个位置是咱们胆筋所在的区域 我们在书的时候呢 先从太阳穴开始 你可以稍微的用力 按揉一下太阳穴 然后向上提 大家可以看到啊 当我们向上提这个位置的时候 咱们的眼角就被打开了 好像上提 然后梳到你的耳朵后方 这个位置特别容易出现痛点 这是胆筋容易堵塞的位置 好多朋友呢 这个容易偏头痛啊 甚至是一生气 就会有耳鸣的问题 这都是跟咱们的胆筋有关系 所以女人不要生气 经常生气会让女人老得快 左边一百次 然后再换另一侧 一定要一边提拉一边往上 好 这是眼角的鱼尾纹 那么还有我们鼻翼两侧会出现的 叫做法令纹 法令纹它的金睛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耳后 这是我们的耳朵尖啊 耳后这个位置 咱们往上提一下哎 你会发现咱们的这个面部 这条金睛被打开了 你的法令纹就变淡了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是需要梳耳后的 耳后 在梳的时候 稍稍微的向上提 向后梳梳到哪里 梳到你的脑后风驰穴 就是我们脑后枕骨的下方 好从耳后啊 梳到你的脑后枕骨的下方 然后再往脖子上梳一下 这样去梳 右边也是一样 从耳后开始梳到风驰啊 再梳到你的颈椎 这是我们两侧法令纹 那么还有很多人呢 在我们嘴角处啊 甚至是我们嘴角 往下这个位置 也会出现一些皱纹 那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跟我们的胃经 有关系了 胃经的金睛 在我们的脖子两侧 所以大家在梳的时候呢 脖子两侧沿着这个大巾 耳朵的下方啊 这些都要梳一梳 梳到我们的肩膀处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这样不仅能够防止 咱们出现嘴角的皱纹 而且也能够防止颈纹的出现 就是脖子上皱纹的出现 大家这样去梳呢 等于说我们把整个头面部 包括我们的颈椎啊 脖子肩膀都去梳了一遍 那么这样做呢 其实对我们整个头面部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多朋友呢 会出现这个眼花耳鸣这些情况 都跟咱们头面部 津津不通是有关系的 大家每天呢 这样去疏通一遍 不仅是对 我们的这个面部的皱纹 有改善作用 而且呢 还能够让我们的 整个的功能变得更好 提高咱们的记忆力啊 包括改善我们老花眼的问题啊 预防耳鸣啊等等 我们是整个人的状态 都会得到提升 都会有一种年轻的感觉 大家做梳头的时间 可以放在早上和晚上 洗过脸 做过基础的护肤之后 我们认认真真的 去各做上一次 做完之后 大家不要立刻出门 不要着凉啊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的毛孔是打开的 相对来说 是比较容易着凉的 所以呢 我们在梳头之后30分钟左右 不要着急出门 如果您现在呢 是30多岁 咱们从现在开始 坚持梳头 那到了您40多岁 50多岁就会看上去 比同龄人年轻 如果您现在啊 面部已经出现了一些皱纹 咱们坚持梳头 面部的皮肤状态 也会有所改善 那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 其实 在我们身边很多的老人 他们都有着梳头的习惯 这是因为啊 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 梳头是一种特别有用的保健方法 那对于我们现代的养生来说 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好方法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几个 能够缓解这种腰酸腰痛问题的穴位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 有腰酸腰痛的 咱们都可以帮助他们 帮助自己去按摩一下 别化走 一定要看看腰痛的时候 我们适合按柔的穴位呢 有三处 大家来跟着我 一处一处的找一找 第一处叫做尾羊穴 尾羊穴在我们膝盖的后方 膝盖后方这个凹陷处呢 叫做裹窝 裹窝这里是有一条横纹的 在膝盖后方外侧 这个横纹的纹头处 大家可以摸到啊 这里有一条硬硬的大金 在这条大金内侧横纹处 就是我们要找的尾羊穴了 两条腿尾羊穴的位置 是一样的 找到之后呢 咱们可以用自己的中指和食指 点按在尾羊穴上 把你的拇指呢 就压在自己的膝盖上来 建立 好轻轻地去按揉尾羊穴 尾羊穴呢 可以通水力湿 输筋活络 适用于咱们腰酸背痛 腰背肌肉疼痛等等的问题 用力地按揉三分钟 在按揉的同时 一定要用手指 用力向下按压 第二个呢 是尾中穴 尾中和尾羊距离非常近 都是在我们膝盖后方 这个裹窝处 裹窝的横纹正中点处 就是我们要找的尾中穴了 左右两条腿位置 都是一样的 方法跟刚刚一样 咱们还是用自己的中指和食指 点按在尾中穴上 把你的拇指放在膝盖上 用力地一边按压 一边点揉 尾中穴可以凉血解毒 输筋活络 它对于我们腰椎键盘突出 还有腰酸腰痛 都有非常好的调节作用 第三步 按揉手部的肾反射区 和腰椎反射区 肾的反射区 在我们双手的手掌手心处 大约是这个位置啊 就是我们两条掌纹中间 那么我们手背上呢 是腰椎反射区 在我们的小指和无名指 手背这个两个关节 中间凹陷处 还有呢 我们的中指和食指 长指关节中间的凹陷处 这两处是我们的